你好 欢迎收看7月29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现在花联乡亲想要北上交通是很不方便的 虽然中央紧急加派了海空运航班 不过运量有限 而船运也只规划到7月30号 很多民众要搭机北上也买不到票 为了帮助花联乡亲度过交通黑暗期 有赏金业者表示说 希望可以开放赏金船加入接驳行列 开密台风肆虐 抒花铁公路遭土石掩埋 北上交通受阻 民众想要北上只能南下千里迢迢 花三倍以上的时间将近绕台湾一圈 才能抵达台北 卡在伊朗多久啊 卡很久了 卡几天 卡了两三天了 两三天啊 所以这次是搭船过来 省了多少时间啊 省了十个多小时了 中央紧急加派海空运航班 大幅缩短民众北上的交通时间 但运量有限 船运也只规划到30号 许多民众要搭基北上 根本买不到票 以目前状况来讲 花链港总共有八艘船只 那八艘船只一次 如果把所有的客人 加总起来 大约可以到500人次 那从花链到和平港 也就是现在铁路 摊放的这一段距离 替代于铁路的运输的话 那根据船长的经验里头 应该从花链港到和平港 大约只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游客进不来 民众出不去 伤心业者希望加入北上书运 接驳行列 帮助乡亲度过交通黑暗期 同时也能维持基本收入 目前已经联系工部门相关单位 但业者却迟迟等不到回复 也让花年的载货振兴 更加遥遥无奇 记者徐立琴 花联市报导